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凯特王,欢迎收听凯特迷之音 我常想在现实世界里呢,一定有很多的女人因为爱情耽误了很多事情 严重的呢,可能就是一辈子都过得很不快乐,没有成就,也没有钱,最后就孤独终生 为什么爱情一直都是女人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呢? 我也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爱情的重要甚至在很多女人心中超过了工作 甚至超过了自己,变成了生命里面最在乎的一个东西了 很多女生一谈恋爱就不正常咯,工作不认真了,朋友也不顾了,家人也不管了 整天脑子里所想的就是围绕着一个男人在那边转来转去 我要怎么做他才能够更爱我呢?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呢?都会想着 诶,那他是怎么看的呢?他是怎么想的呢?他喜欢吗? 每次跟男人分开之后呢,就会开始思考 他刚刚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只是跟我玩玩而已呢? 总之呢,就会脑补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呢,他的生活里就被这些思绪给填满了 于是就做不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 他们也都会把我男友说啊,我男友啊,怎样怎样的挂在嘴边 好像没有用我男友这三个字作为一句话的开头 他就不会说话了 我想呢,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女人 这种呢,把爱情放在人生第一顺位的失心疯的状态呢 有一个流行的名词叫做恋爱脑 有人可能会觉得,凯特,我才不会这样子为情所困呢 我才没有那么恋爱脑呢 是啊,每个人在评估自己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自己恋爱脑啊 或者呢,他根本也不会大方的承认自己是恋爱脑 因为恋爱脑现在几乎是一个负面的形容词 现代的女性讲求独立自主 独立跟恋爱脑是不能够被绑定的 可是呢,我们究竟有没有恋爱脑的时候呢 嗯,可能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咯 我一直很想找一个故事 让大家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一个女人是如何被爱情摧毁的 用来让自己也让大家引以为戒 当你恋爱脑的时候呢 你一旦想起这个故事 你就会清醒过来 找来找去 我就想到了一个人,很适合 那就是在艺术界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法国雕塑之父罗丹的情人 卡密尔·克劳黛尔 她应该是我目前为止觉得被爱情严重耽误一生的女人 没有之一哦 她后来悲惨的结局呢 跟她一开始灿烂耀眼的人生相比呢 真的会让人不胜唏嘘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来说说这个既可怕又可悲的故事 也许你听完你的恋爱脑就会清醒很多哦 1864年12月8号 卡密尔·克劳黛尔出生于法国北部的一个小镇上 她的父亲呢 是从事贷款抵押跟银行业务往来 家族是地方士生 母亲那边呢 则是从事香槟制作的中产之家 家庭背景呢 算是相当的不错 她有一个弟弟叫做保罗 也是后来法国非常有名的诗人 12岁的时候呢 父亲因为业务的关系呢 就被调到法国的塞纳河畔的诺让城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呢 卡密尔就对黏土创作非常的感兴趣 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常常可以一个人捏着黏土玩半天 做出各种形态的作品 卡密尔的父亲呢 就看出来女儿有雕塑的天分 就开始想栽培女儿 但是她的母亲呢 却非常的反对卡密尔玩雕塑 认为女孩子不应该做艺术家 应该嫁个好人家 幸好呢卡密尔的爸爸比较坚持 他支持他的女儿走艺术这条路 而且呢还亲自找了大师给女儿指导 想要让女儿往艺术之路迈进 他为卡密尔找到了当时的雕塑大师 阿尔弗雷德布歇 让他来指导卡密尔 他爸爸做的不止如此 当老师布歇跟他说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女儿更进步的话 你就要搬来巴黎 于是呢他就让一家人搬去了巴黎 自己留在原来的地方赚钱 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赞叹一下这位老父亲啊 非常有超前的观念 没有因为卡密尔是女儿 就认为他只有嫁人这条路可走 他花钱给女儿在巴黎租工作室 聘请名师来指导 并且呢用金钱援助支持女儿的梦想 这种老爸真的是百年难得一遇啊 毕竟19世纪的法国其实还是一个男权的社会 艺术学院甚至是拒收女学生的 所以呢他的父亲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拜托人家 才让卡密尔进入了当时著名的艺术学院就读 1882年18岁的卡密尔跟他的其他三位好朋友 在巴黎成立了自己的雕塑工作室 卡密尔的老师布歇则负责监督他们的工作 指导他们 但是不久之后呢 布歇就因为赢得了巴黎沙龙的大奖 于是呢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去工作 为了照顾自己的学生 他就找到了奥古斯特罗丹来接替自己的工作 奥古斯特罗丹是非常有名的雕塑家 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沉思者》 目前呢这个作品收藏在巴黎的罗丹美术馆 这个雕塑作品非常非常的有名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应该都看过只是你不知道 这尊雕像呢描绘了一个坐在岩石上 壮硕的裸体男性的形象 他俯身右手肘呢放在他的左大腿上 然后呢右手背呢支撑的下巴 显露出一种非常沉思沉浸的一个姿态 这个形象呢也经常被用来形容哲学 就这样子卡密尔跟罗丹相遇了 一个正值花季年轻貌美又才华洋溢 一个已经在巴黎艺术圈展露了头角 并且正在往精英的路线前进 一个18岁一个43岁虽然相差了20多岁 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爱上彼此 那个时候呢罗丹已经是一个有老婆小孩的人了 所以卡密尔成为了他的情妇 刚开始呢罗丹也只是卡密尔的指导老师 但是呢当他看到卡密尔的作品之后呢 就惊为天人 以自己身为艺术家非常敏锐的直觉判断 哇这个小女孩才18岁 如果她不断地精进自己的能力 来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呢 一定会成为举世文明的雕塑家 罗丹非常欣赏卡密尔的才华 而卡密尔看到罗丹的作品的时候呢 也有相同的感觉 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同类 所以他们才能够跨越年龄上的鸿沟 从女人跟男人的角度看待彼此 两年之后呢 罗丹接到了一个政府的大案子 于是呢就开始替自己的工作室招聘助理 20岁的卡密尔就这样子进入了罗丹的工作室 成为了他的助手 灵感创作来源的谬思女神 以及他的爱人 正直青春的卡密尔呢 为罗丹带来的是非常鲜活的生命力 这是已经快要年近半百的罗丹所缺乏的 加上卡密尔的才华 两个人之间从师徒进展到了婚外情的关系 其实都已经为卡密尔后来的命运埋下了隐患了 通常呢这样的组合 其实就是注定女人会被男人耗尽 然后不得善终的 但是呢不得不说 两个人热恋时期的作品呢 都是非常令人惊艳的 爱情的力量真的是艺术家最好的灵感来源之一 难怪很多艺术家都不停不停的谈恋爱 在他们各自的作品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爱情最美的样子 比如罗丹的迦勒蒂就巧妙地勾勒出 卡密尔青春无邪的统体 而卡密尔的罗丹像呢 则用非常粗犷的线条 展现了铿锵坚毅的男人的形象 这是他们眼中的对方 他们彼此成就一起探索艺术的境地 但是这种关系对卡密尔来说呢 以一个女性来看都是比较不公平的 卡密尔成为罗丹情妇的这件事情呢 遭受到她的母亲强烈的反对 她本来就已经非常不支持女儿学什么艺术啊 当雕塑家啊 现在又搞出了不伦练 简直就是气炸了 于是呢 就有点断绝关系那样 让卡密尔呢 从此被这个家庭驱逐 卡密尔失去了原生家庭的依靠之后呢 也就只能更加依赖罗丹了 在两人相爱的期间呢 卡密尔更多次的流产跟堕胎 但是这样的情况呢 也没有让罗丹离开原本的家庭 娶卡密尔为妻 在卡密尔29岁那一年呢 罗丹决定回到他自己老婆孩子的身边 对于罗丹最终选择的是 自己的家庭这件事情呢 带给卡密尔极大的痛苦 虽然他们没有同居 但是这十年来 一直都是非常亲密的伴侣 所以呢 罗丹的离开 让卡密尔简直是痛不欲生 他甚至怀疑 罗丹偷走了他的青春跟才华 外遇的男人最后还是放下了外面的情人 选择自己的家庭这种戏码 真的是千古年来未曾改变啊 此时的卡密尔呢 也就只能全情地投入他自己的创作 用雕塑来疗伤了 这个时候呢 他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好的作品 例如著名的作品《华尔兹》 而这几年下来呢 卡密尔的才华也渐渐地受到了圈内人的肯定 但是无论他怎么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他的名声其实都超越不了罗丹的情人这个标签 他们一方面肯定他的艺术天分 但是一方面又打压他 这个时候离开的罗丹又出现了 当他看到卡密尔的创作的时候呢 又忍不住来找他了 于是两个人又开始了以前的关系 卡密尔的心里其实是非常清楚 罗丹只会伤害自己 但是他又拒绝不了 于是呢 这两个人又再度的纠缠在一起了 1895年对31岁的卡密尔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呢 他拿到了两个比较大的重大的订单 一个是国家艺术协会主席委托他 制作一座命运女神的大理石雕像 再来呢 就是法国政府委托的订单 他后来交出去的作品就是成熟 成熟这个作品呢 常常被比喻为象征人生中的三个阶段 代表成熟的男人呢 被揽进象征老年跟死亡的年长女性之手 同时呢 象征青春的年轻女子呢 则试图的再拯救他 罗丹看到成熟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非常震惊也非常的愤怒 于是呢 他就开始停止金元卡密尔 并且呢 企图向艺术部门施压 取消给卡密尔的资金 卡密尔的弟弟保罗后来也说了 成熟也许是卡密尔想跟罗丹分手的一个暗示 因为之后他们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 卡密尔离开了罗丹 结束了快15年的纠缠 自己一个人离群所居 搬到了郊区的破房子里 断绝了所有的社交往来 只跟自己的弟弟保罗接触 每天只做雕塑 性情开始变得非常的孤单 忧郁 而他的精神也开始出现了问题了 他活在罗丹的学生跟情人这个标签的隐隐下 作品卖不出去 身无分文 只能靠弟弟保罗救济 1911年 47岁的卡密尔精神状态又越来越差了 甚至出现了妄想症的症状 他跟家人断绝的关系 在自己想象出来的世界当中 宣泄他的痛苦 并且把所有的经历都放在雕塑 但是一边做 却也一边销毁自己的作品 而这个时期的罗丹 却跟他完全相反 他的名声越来越显赫 过着非常富裕 而且荣耀的生活 1913年 卡密尔的父亲过世了 他的母亲找到了他 将他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 他赤着脚 从破房子里面被脱了出来 头发非常的凌乱 眼神很涣散 完全看不出年薪时的他呢 曾经那么的灵气逼人 他住的破房子里面 充满了各种没有完成的作品 也充满了碎了一地的作品 49岁的卡密尔 成为别人眼中的神经病 他是一个疯子 住进了精神病院30年后呢 他孤独的死在一个冰冷的房间 享年79岁 一个曾经可能成为 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 女雕塑家的少女 应该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最后的结局 会是如此吧 我曾经不止一次告诉我的读者 远离已婚的男人 还有远离消耗你的爱情 因为如果一直在烂泥巴中打滚 你是怎么样都不会干净的 只会越来越脏 也会越来越沉沦 最后你就会因为付出太多的时间 跟精力放弃了挣扎 自己也变成了烂泥巴摊在地上了 卡密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虽然同情他 但是我极度的不赞同他对待自己的方式 他应该更重视自己的才能 而不是跟罗丹哥哥敌 懂吗 这种纠缠其实消耗了他很多很多的能量 在我看来呢 他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青春跟才华 全部都贡献给别人 却没有留给自己 成就自己 很多人也许都不知道 他在27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成为了法国国家美术协会的成员了 而这个协会呢 在当时据说是一个全部都是男生的一个俱乐部 因此呢 他其实是非常有能力的 有前途的 如果他想获得更高的荣誉跟成就 他应该要更专注于自己 他一方面不想成为罗丹听话的情人 一方面呢 却又断不开对他的依赖 他明明知道这一段爱情只会带给他伤害 却还是放任自己沉沦下去 他想要摆脱罗丹情人的标签 但是他做的完全都是相反的事情 没有什么比这种恋爱脑带来的伤害更大了 这是一种自杀式的恋爱脑 自我毁灭 看过他的作品呢 你就会替他感到非常的心痛 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的好 他真的完全不输罗丹 甚至比他还要好 比他更有才华 可是呢 他却没有得到他应有的荣耀 我真的有一点点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那种感慨哦 替他的不幸感到非常的悲哀 却也替他的不为自己争取 感到非常的愤怒 如果我是卡米尔的父亲 不知道该会有多心痛 一个我曾经辛辛苦苦 费心养育的女儿 支持他去往艺术之路迈进 却因为一场爱情 而把他自己葬送了 如果好好的走下去呢 他将会是十九世纪 法国最伟大的女雕塑家 当然 如果你要用一个非常 罗曼蒂克的角度 去解读卡米尔跟罗丹的爱情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只提取他们最甜蜜的那段时光 看到两个灵魂伴侣 各自激发对方的灵感 那种美妙的 近乎神迹的境地 只是 一旦你像我这样子 知道故事的结局之后呢 你应该就很难 从这个角度去看了 你说对吧 在卡米尔去世三十七年之后呢 世俗才终于认可了 他的才华跟名誉 不过很多人说起卡米尔 依然会以罗丹的情人来描述他 后来很多人感叹 卡米尔的沉沦呢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 也是整个艺术历史的 他的作品呢 后来四处的散落 是他的外甥女 费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 一一收集而来的 现在呢 他的很多的作品 也被收藏在法国罗丹美术馆 如果你身边 有姐妹正在一段 不健康的爱情当中 或者是 她就是个小三 希望你可以分享这个故事给她 让她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 如果在一段 不健康的关系当中的人 是你 那么也希望你听完本集的故事呢 可以有所领悟 勇敢地离开一个人 有些时候也是爱自己 珍惜自己的一种表现 希望大家都能够不再为爱情所苦 不再被爱情耽误 凯特密之音咱们 下次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